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東港最美的旅人 今天 要和大家分享什麼呢 今天要來唱油飯 你有沒有吃過 東港小琉球的鮪魚油飯 特黑人專屬的油飯 那我把它叫做東港油飯 因為油飯裡面很重要的元素 一定要有黑糕 這個黑糕只有在東港 東港才捕抓得到 所以我把它叫做東港油飯 那這個黑糕它的蝦油很豐富 像大家都耳熟能想 大家知道東港的美食 的肉粿飯湯裡面 一定都有黑糕的元素 一定要這個食材在裡面 那東港的油飯 那東港的油飯 就是一定要有鮪魚 然後還有黑糕 才是正統的東港鮪魚油飯 能夠吃到我的油飯 能夠吃到我的油飯 是你最好香 所以 走 我們去煮油飯 什麼 阿姨喜歡大 什麼都要大 大支鍋子再來 給我先給她吃一口 阿姨喜歡大餅 糯米用生的才會Q 阿姨喜歡硬的不喜歡軟的 糯米前一碗浸泡 把水瀝乾 爆入糯米鋪平 準備開始來蒸糯米了 我們會先在米上收起來 等一下讓它空氣 循環蒸的速度 熱氣夠了 上面的就會蒸熟 要不然下面爛了上面還沒熟 開始蒸糯米的同時 我們來備料 鮮鮮鮪魚 洗好備用 東港蝦猴 東港蝦猴 這是必備元素 如果沒有東港蝦猴 就不是東港的鮪魚油飯 這是最重要的元素 全台灣只有東港有這個蝦猴 很香 大家愛吃的本湯裡面 一定有這個可以搞的蝦油 香菇切好備用 三層肉 洗、切、燙、備用 鮮魚 炭熟 帶領 在等待蒸糯米的同時 我們先來備料起油鍋 首先要把蝦喉過油炸 準備撈起放羊備用 蒜末現在準備來炒鮪魚肉燥 用剛剛炸蝦喉的油 這蝦油都在裡面 精華都在裡面炒 小火 彈砂漿 炒香 這蝦油 烤都在這個炒 炒鹽 至少 熱 切絲 吃香 好稳 好,去捡捡 不要抓住 把鱼的蜜蜜裡吃 讓鱼的蜜蜜 不要太大力 因為鱼肉已經甩了 鱼的蜜蜜 增加蜜蜜 切去鱼 不要太鹹 這樣鱼的人 這樣養生也不喜歡吃得太鹹 鱼的蜜蜜 炒好 放棉備用 雞肉大香 炒料備用 放棉 放棉 炒料備用 放棉 放棉 сто 旁邊 托車 空 肉 蛋 哈哈哈哈 这米最好 放鱼 半米 就可以了 现在糯米的鲜鱼 鲑鱼油饭煮好了 可以吃了 糯米放羊更Q更好吃 阿姨从小就吃个饭桶 所以我对米饭的品质 要求很高 不好吃的白米送给我 我就不要 这个 今天做油饭的采用的糯米是花莲的糯米 我们炊油饭一点也很普遍 更厉害 这个等一下包装好 在家里放到冷冻 你要吃电锅蒸一蒸就可以吃了 鲑鱼 黑糕 超满明红彤彤 我们的香菇肉燥 很高啊 让我平水了 不是水而已 更好吃饭 好 大家拍拍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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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吃油饭 我喜欢吃白糯米饭 泰国 泰国话叫做靠鸟 去泰国就是专门为了思念的糯米饭 泰国 泰国人煮的糯米饭好好吃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类似的米 我的肉跟有够天下无敌的好吃 这是我的午餐 吃饭啊 你们如果能够吃到我做的油饭 我的鲑鱼油饭 那是你们的福气 吃饭啊 吃午餐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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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港 鱼鱼黑鱼蛋 那么扎实 那么大 烹调食 很超级 我的肉干 天下无敌 午餐愉快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支持 一些谢谢 新的订阅 啊 水阿姨爱分享的 好朋友 已经 今天早上帅行 已经跟我联络 YT跟我联络 YouTube币 跟我联络 继续加油 超过一千个 阿姨開演唱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